早上不離開酒店 裝修的東西弄得很晚 現在已經是下午4點10分 想來逛逛 逛我這個泥刀灣的沙灘 但這條樓梯很長 我不知道逛這條是否適合 拿著拖鞋就讓我下沙灘 看看出來輕鬆 看看過多一兩天 再有空一點 看會走到這邊逛逛做運動 先視察一下 逛一逛就上酒店休息 今晚過Roof那裏吃飯 不知道多久沒來過沙灘 我走到來沙灘了 很多人在打牌 走到那邊看看 都是遊客我猜 他們玩得很開心 走到這邊做一個再小一點的沙灘 然後更加沒什麼人 浪一直打上來 今天天氣會暗一點 剛才很累不想下沙灘 因為整天弄了很久 但我知道過兩天天氣應該慢慢的 所以都走來看一看 希望之後找到有利為止 在這裏練習一下 不過暫時好像未找到適合 不要緊 下來放鬆一下心情也不錯 靜思一下 這邊看到這個 我現在走進去 看到那些樹也很漂亮 看這個橋底很大 如果有陽光應該會很舒服 因為我覺得沙灘那邊 不是太適合我 現在看到這邊好像不錯 我先看看 希望找到適合給我練習的地方 這幾天 經常覺得橋底很宏偉 很大座 在你的頭頂 其實很漂亮 不過你有沒有時間靜下來欣賞 很適合我在這裏拉筋 以前的我爬上去 不過現在 慢慢的膽子很小 一定爬上去 在那裏倒吊的人 我看看哪一天走下來 唯獨有些可惜 他穿不到過去丁九那邊的生活 其實應該要是這樣的 給多點時間自己 年輕的時候不斷在那裏沖 但沖的時候都很正 我沒有說沖不正 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真的剛剛好 我想我會慢慢走上去 找到我想要找東西 因為是三月十六號 星期六 進來住 都睡了五晚 今天是第六天 工程一切都尚算順利 但也有很多事情卡住 順利中 總有一些事情要卡住 要處理 就是這樣 這個二四年 決定了做這件事 一決定了之後 就發覺真的很多很多事情要搞 那不要緊 現在都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我現在都可以靜下來 去欣賞一下周圍不同的環境 就是這樣 今天報導到這裏 繞上路面 再下來 再來到丁九這一個 沙灘 在這裏 這裏比較小 可能住宅多吧 或有古裝人 好像這邊不是太大適合 但不重要 都逛逛 以前我們也有來來用 但我不知道幾多年沒有下來 有一年還在這裡倒數 我記得 我不走過去了 慢慢走上去 剛剛走完一條很長的樓梯 不過踩回落沙 那你的肌肉就會立即可以幫你踩回牆 那不錯 大家有機會都去沙灘走一下 對你的肌肉也是一種鍛鍊 你走就可以了 好了 我慢慢沿路上去